此界的环保志工每周两天 到吉利利丹批发中心做资源回收 曾在教堂服务 年逾80岁的肥笔总不缺席 一个人生活的达玛德没有家人 和志工结下善缘 不但天天在家做资源回收 每周也有三天到志工的家里做分类 在进司堂的停车场区 志工带孩子亲近土地 小小幼苗如孩子需要爱心灌溉 孩子们觉得有趣 种植过程聚精会神 学会照顾了植物 也种下爱护地球的理念 大爱新闻印尼报导